今天新增47例本土个案 死亡个案13例 随着病例数大幅下降 外界持续的关注解封的可能性 指挥官陈时中透露 要解封还是要看疫情发展 目前包含北农还有屏东群聚案 都需要再观察 现在也要定出不同行业的解封指引 确保一旦发生疫情 可以及时的因应 室外场所像是夜市 只要能避免边走边吃 让摊贩保持间隔 建立摊贩的名册就可以考虑开放 而室内场所的部分 电影院音乐会要确保通风跟消毒 餐厅则是有医师建议了 内用人数降载大约一半 采梅花座隔板 落实实名制也能稍微放宽 台湾确诊病例数大幅下降 连续7天维持双位数 1号新增47名本土个案 死亡病例则是增加13人 整体而言疫情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但还收集起群聚相对令人忧心 其中北農已经在进行全面裁检 屏东群聚目前也没有往外扩 但还需要观察两天才能更明朗 疫情发展也关系到7月12号 是否有机会解封 目前还是以控制疫情为主 这段时间我们会订定相关的一些 不同行业的一些指引 万一将来如果警戒降级的时候 那每一个人都要做好这个准备 我没有这么乐观 但社区感染要控制下来 要相当相当的时间 现在还有case的话 那一个前呼机就是14天 这样的话可能会超过12号 但有增加忧心因为要让社区感染危机解除 真的非常困难 目前来看在室外场所 像是夜市只要能避免边走边吃 建立好摊犯名册 最后可以考虑开放 而室内场所则是要针对 能否戴口罩来区分 其中电影院音乐会 只要能够确保通风消毒就没问题 比较麻烦的是要脱口罩吃饭的餐厅 有医师建议只要内容人数 降载大约一半 采取梅花座隔板 最重要的是一旦发生疫情 是否能做到及时应应 梅花座啦 人的距离啦 有疫情的时候 那就可能要等着卫生局来做疫调 都有一些行政上面的 也可能的空窗期 老板也好 管理人也好 都能够有一些及时应应 除了批发市场 未来已会陆续公布 包含餐饮 市集 夜市等 做好教育训练 避免有任何破口 让防疫前功尽弃 接下来我们明镜天福导